冰旋风涡轮水冷物化机,注意事项,开机说明。 请使用自来水,否则有可能无法正常开机。 底座的红色小盒子可放果皮添加自然香气。 依照机身指示,将水箱装上并攥紧。 再把风扇装上,确认红色磁吸线有扣上底座。 连接遥控器。 还有电源线。 先转蓝色旋钮,可以开机,并且控制水物量。 红色旋钮则可以控制风量。 这样就开机完成啰。 静止倾斜机身与摇晃。 移动时,要保持机身平衡。 请勿摇晃或是倾倒主机,以免水流进主机板,可能会造成无法正常开机。 清洗方法。 要先拆掉水箱,再进行倒水,避免油水时,倾倒主机,让电路板进水,可能会造成主机无法正常开机。 将底座里红色盒子的果皮取出。 到底座的水时,必须避开插座位置以及水雾出风口,请依照指示方向将水倒掉。 之后,再用抹布擦干净。 之后,再用抹布擦拭干净。 水箱,用干净自来水洗就可以了。 风扇,用干净抹布擦拭即可。 长期不使用,或送修前,需要让主机保持干燥。 再将主机组装好就行了。 谢谢观看R-Link AF58冰旋风涡轮水冷雾化器,注意事项。